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4年的8月19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2024年美国大选关键时刻还会再来一次全球封控吗? 2024年8月18日BBC News报道 猴斗疫情再次成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这种病毒如何传播? 文章中说,世界卫生组织WHO8月14日宣布 非洲部分地区爆发的猴斗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这是继2022年后,世卫组织再次对这种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 发出最高级别警报 目前猴斗已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造成至少450人死亡 文中还说,目前有猴斗疫苗 但通常只有高危人士或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才能接种 人们担心没有足够资金为所有需要的人接种疫苗 世卫组织最近要求药品制造商提供猴斗疫苗做紧急使用 即使这些疫苗尚未获得正式批准 非洲疾控中心已宣布非洲大陆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希望各国政府更好的协调应对措施 并尽可能增加医疗用品供应和对疫区的援助 若不采取全球性行动 疫情有可能会蔓延到非洲大陆以外地区 自从2019年末爆发的习惯疫情 之后2020年开始全球封控 美国出台可以在家邮寄选票 民主党拜登通过邮寄选票 窃取了美国大选 登上了总统宝座 于是很多人就开始担心 2024年民主党还会不会再用这招窃选 民主党当然想这么做 而比尔盖茨和中共控制的世卫组织 也当然愿意这么做 问题是2024年这么做 能不能做成这是个问题 首先全球封控是要很多国家配合的 不是所有的国家 最起码大部分国家吧 2020年那次很多国家政府是被骗的 再有当时武汉发生的那次新冠事件 确实是死了很多人 而且各国感染的人数也确实很多 于是很多政府在害怕之下 也采取了蜂虫策略 虽然对经济影响巨大 毕竟人命关天 但是这次豪斗的病例很低 而且再想弄一次 2020年那样的武汉新冠疫情那样的事件 很多政府也不会配合了 很多政府其实后来也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就是中共和美国合谋弄出的新冠疫情 一是为了美国民主党窃血 二是为了给人们打疫苗 虽然现在新冠溯源还没有弄明白 但是这几年陆陆续续爆出的信息 也让这些国家的领导和政府看明白了 除非美国民主党和中共给大钱 否则这些国家一定不会配合封控 因为封控对经济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搞不好这个领导会下台 这些国家的领导只有在台上 他才能捞钱 下台了他们就捞不到钱了 在台上首先得保证经济过得去 不要经济太惨 上次老百姓和政府都被骗 若是这次政府还弄过封控 那老百姓肯定不干 非把政府搞下台不可 其次最重要的是各国的经济承受不住 包括美国 封控要给企业和个人发放救济金 上次发的钱导致的通货膨胀 现在还没控制住 各种物价上涨 老百姓怨声载道 而且政府因为发钱又欠了一屁股债 还不知道怎么赌这个窟窿呢 再发钱政府上哪弄钱去 封控可是要绝大多数商业企业关门的 很多人必须待在家里不能上班 老百姓的收入从哪来 政府的税收从哪来 民主党和比尔盖茨有那么多钱 给这些政府和企业和个人发钱吗 根本不可能没钱 那么各国政府一定不会封控 当年的中共为什么突然放开极端封控 原因就是财政支撑不住了 不仅没有税收还要给相关的烟饰子测试 疫苗企业管控封城的各色人等发不住 最后财政支撑不住 没钱了只能突然放开了 现在不仅是中共国各国政府都没钱 都欠着债 再让他们来一次那经济彻底隔屁 然后全球陷入瘫痪 因此没有政府会配合了 第三各国的普通居民也不干了 这几年打了疫苗后出现了各种病痛和死亡 以及从各种报道中 很多人也都知道了 2020年那次疫情是怎么回事 再让他们去每天捅嗓子去打疫苗 除了某些没醒的人 大部分都不会再受他们愚弄了 老百姓肯定会反抗或者消极的抵抗 就是绝对不会再打疫苗 就是你吹出天花来 他们也不再信你政府和医疗机构了 再有政府给的那点补助够干什么的 并且还有很多人拿不到补助 他们的生活怎么办 还记得2022年底白纸运动吗 不就是因为很多人被封控 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而被逼着走上了街头的吗 现在老百姓的收入都在下降 有些人还房贷都困难 你再一次封控 那这些人铁定反了 若没有中共国的配合 其他国家的响应 只有美国是搞不起来的 再有美国的企业 个人也绝对不会再配合封控了 所以比尔盖茨 以及背后的大药厂和民主党 当然是想再来一次封控 一是为了邮寄选票 二是再弄一波疫苗好赚钱 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政府和个人会去配合了 但是现在世卫为什么又发疫情警告 又说好斗要大流行呢 原因是虽然不能封控 但是民主党可以说 有些人害怕出门被感染 要邮寄选票 虽然规模他们不敢弄那么大 但是弄一点是一点 只要弄些邮寄选票 就可能改变选情 再有就是不是所有人都醒来 背后的大药厂能吓唬一些人就吓唬一些人 然后这些人被吓唬就去打了疫苗 这些大药厂好赚钱 能赚多少是多少 没看流感疫苗 HPV疫苗 大把的人去打吗 老百姓的恐惧就是他们赚钱的机会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